灵的世界 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众生和神灵 如同有可见和不可见的光一样 佛教不否认善灵和邪灵的存在 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众生或者神灵 正如有可见和不可见的光一样 我们需要有特殊的工具 去看那些肉眼不可见的光 同时我们需要特殊的感官 才能够见到不可见的众生 一个人不能因为肉眼看不到 而否认这种灵的存在 这些灵也都受到生和死的支配 它们不是永久停留在灵的形态中 它们和我们同住在一个世界里面 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是依照佛陀发现的道德因果律而生活 而不应该去礼拜这些神和灵 然而 这种对神灵的膜拜 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和迷惑 连佛教徒都插着脚下去 要防止邪灵侵犯 行善是一座保护墙 邪灵就不能够渗透 除非善人自己打开大门 接受邪灵影响 假使一个人 过着真实的德性和高尚的生活 也有一道防邪的保护墙 但是只要他们仍然相信邪灵的力量 那这些人 还是不能够免于邪灵的侵犯 佛陀 决不会劝告他的除学者 去礼拜这种神灵 而害怕他们 佛教对他们的态度是 回向功德和慈悲给他们 佛教对他们 不做任何损害的事情 另一方面 假定一个人 具有宗教的功德 和纯洁的心 假定他 都是具有聪慧 和坚强意志 和理解力量 则邪灵会远离他 而善神会保护他